对法语的这种热爱意识 法国人的爱国意识 在西方国家是有口皆碑的 他们认为 Le français est une belle langue 法语是一门特别优美的语言 因此呢 在与外国人交往的时候 法国人经常执着地说法语 而不说英语 即使他们会说一口漂亮的英语 他们也不愿意说 如果听到外国人说一口蹩脚的法语 那么他们会觉得非常的不适应 因此 在商务会谈之中 如果你的法语不太标准的话 你最好建议对方说英语 或者其他你懂的语言 如果不是在商务会谈之中的话 在平时日常生活里面 他们会宽容不太标准的法语 说得不太好 也没有关系 好 我们这一课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Merci Au revoir 第四课 介绍 大家好 在上一课里面 我们感受了法国人对本国语言的自豪感 那么在这一课里面 我们来学习用法语自我介绍 以介绍别人的方法 首先 我们来看一看这课出现的几个新的因素 第一个是原音 O 原音O的发音方法 这是一个圆唇音 发音的时候 嘴唇向前突出 呈圆形 开口度比我们上一课学过的原音O 略微大一点 请大家跟我读 O O 放在单词里 请大家跟我读 O BATO ODEL 瘦子 第二个因素 是一个半原音O 发这个半原音O的时候 发音方法 与我们之前学过的原音O 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是发音的时候 口腔的肌肉更加的紧张 气流通道更加的狭窄 请大家跟我读 O O 放在单词里 请大家跟我读 MOR WI WEST RO 下一个因素 仍然是半原音 YE 发这个YE的时候 发音方法 跟我们之前学过的原音E 是类似的 但是要求比原音E 肌肉更加紧张 请大家跟我读 YE YE 放在单词里 请大家跟我读 SER TWAE BAE SER 下一个因素 仍然是半原音 YE 发半原音YE的时候 舌位与开口度 跟原音YE 都是类似的 但是口腔肌肉更加的紧 口腔肌肉更加的紧张 开口度更加的小 请大家跟我读 YE 在单词里 请大家跟我读 YE L LY NÊR YE YE 我们这一课要学的 第一个辅音音素 是辅音G 希望大家注意 辅音G 是一个左辅音 声带要震动 请大家跟我读 G G 在单词里 请大家跟我读 G GLAF GID BUG 下一个仍然是辅音音素 G 这个辅音音素 G 是跟我们刚才学过的辅音 G 相对应的一个轻辅音 发音方法 跟我们刚才学的G 是类似的 但是要注意 发轻辅音的时候 用口腔发音 声带不震动 发出音来比较清脆 请大家跟我读 G G 放在单词里 请大家跟我读 G G KLAS G GIT BUG 我们这课要学的最后一个辅音 是辅音 N 发这个辅音N 的要求 是舌尖应该抵在下齿音上 而舌面和舌的后部抬起来 气流从鼻腔出来 请大家跟我读 N N 放在单词里 请大家跟我读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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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一课里面 需要掌握以下的几条语音知识 首先第一条语音知识 是在法语里面 怎么划分音节 我们之前学过 音节是以原因为主体的 有一个原因 就叫做一个音节 那么如果两个原因之间 出现一个单辅音 一般情况下 属于下一个音节 例如这个单词 E du Dien 辅音 辅音的 以及辅音的 都是分在第二个音节里面 但是如果出现两个相连的辅音的话 一般来说 应该分开 属于两个音节 例如这个单词 Merci Merci这个单词里面 出现了辅音 R以及辅音 而非音节的时候 辅音R属于第一个音节 辅音S属于第二个音节 我们需要了解的第二个语音现象 叫做省音 省音现象 是少数以原音字母R 或者原音字母R的单音节词 例如 L LA M G S 这一类的词 如果碰到下一个单词 正好又是原音字母 或者辅音R是开头的话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们应该合起来 读成一个音节 而写出来的话 这个L LA 词尾的原音字母 R R就省掉了 变成一个省音节 例如我们学过的 SA SA 实际上本来是两个单词 SA 和A 但是因为 SA 这个单词 碰到原音字母开头的单词 都得省音 所以我们把它合起来 变成SA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一课的Flash动画 你有一点 阳 LAUGHTER 是 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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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几个人 请你来自招联联 我请你来自立的东西 我读理言 探阻学语读理言 来自立的东西 欢迎来自CHN 普通道 酱 谢谢鞋 非常愿为好讴为了 我同意 非常愿为了你的知识 emi解采 我请你来自华 breeds 华个人 你好女士 欢迎订阅先生 先生先生是教授的教授 教授和教授的教授 大学的大学 先生先生先生 他三岁的教授 大学的教授 我也是 我也是 我感谢您的参加 是非常好帅 看完动画后 我们来学习一下动画中出现的生词 这一课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单词是动词 permettre permettre的意思是允许 那么permettre 这个动词的用法是 permettre de faire quelque chose 也就是说允许某个人去做某件事情 第二个动词是动词 presenter